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五深夜歐國盃半準決賽,上現焦點大戰,西班牙會與德國一決高下 這場賽事適合直播會,免費送上現場直播給大家 西班牙方面,晚上在歐國盃打破了多項有關年齡的紀錄 邊奴快馬威廉士同樣令對手非常之害怕 兩位球員都具備速度技巧和活力 令到今屆的西班牙可以說是朝氣勃勃 德國同樣不差,有夏威斯、梅斯亞娜這些技術全面球員在 兩人今屆賽事合共入五球 同時,西班牙也擁有摩拉達、諾迪開南、迪斯卡華籍這些老經驗球員在 德國有根道簡、卓奧斯這些名將壓陣,兩支球隊陣容來說都比較似 而在歐國盃歷史上,西班牙大鬥德國這些賽事都會比較關注 今屆半準決賽就要碰面,就被視為決賽級的對決 相信會是一場硬碰硬的比賽 對比兩邊主帥,西班牙方面的富安迪名氣不大 成為西班牙主帥之前就是大青年隊前戰過韓國際賽事 富安迪也很大膽用年輕球員,也知道如何發揮年輕球員的潛能 耶馬和威廉士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納迪斯曼就將德國球隊的氣色改變 以往的德國比較著重力量感,現在比較著重控球和球員的個人技巧 兩支球隊都是換言一身,西班牙的攻勢比較猛烈 德國的技術勢力,富安迪和納迪斯曼都應該想證明自己的足球理念 以及邊邊的球員更佔優 關鍵球員方面,要留意摩拉達和夏威廉士,因為他們風格上有點接近 除了在進攻上有支點作用,也要兼顧回防壓迫對手 利用跑動來幫助拉開空間這些任務 相信摩拉達的體能比不上更年輕的夏威廉士 但摩拉達的優勢經驗豐富 兩位球員都擅長打亂對方的防守佈局 所以今場的臨場戰術安排和他們執行時的效果如何 將會影響今將的戰局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